哈啰,大家好,小朋友Dez 我們來趕快看一下本次這個薩丁帝國 他們新登場這些角色他們的技能強度 還有他們的定位究竟如何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天鷹 天鷹的第一個技能就是彈幕 空襲75%發動這個彈幕 那這個彈幕呢是帶兩架戰鬥機 這戰鬥機是帶100航彈 基本上傷害不是很高 那魚雷機再加兩架 那兩架是各帶兩個極速魚雷 其實基本上傷害其實不是很高 所以這個彈幕呢不是特別痛 就算是一個錦上天花的一個作用 那第二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比較特別 是他第二號的這個 第二藍的這個艦載機呢 可以裝備戰鬥機跟 或是裝備這個轟炸機 當你如果裝備這個戰鬥機的時候 空襲會補前排一個 後排一個 耐久度8% 還有生存6%的這個耐久盾 所以是前排一個 後排一個 直接補 再來如果你是裝備轟炸機的話 你進場直接會有一個空襲的獄裝填 直接起飛 接下來所有的裝填時間都會減少10% 並提高傷害8% 這個東西呢 這個在打這個C連經濟怪的時候特別好用 進場直接打輸出 而且傷害還提高 所以他在面對要快速進場的時候 可以裝備轟炸機 那如果要面對長期戰鬥的時候 你可以給他用這個戰鬥機 補血補盾 然後去對空 非常的好用 接下來我們來分析一下 如果是這種奶媽角色 天衣是補前排後排各一個 耐久跟一個盾 所以他會比較需要你補的人補的對象 基礎耐久要比較高 你補出來的這個%數血量 %數對會比較高 毒角色也是一樣 他補前排三個人 8% 所以也要求你前排的技術血量 那陰仙座也是一樣 他也是補%數血量 那比較特別的是陰仙座 他是可以直接獄狀填 開場直接起飛兩次 前面補7% 後面補3.5% 後面本來耐久就很高 所以補起來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需要 你技術耐久特別高的角色 才補的比較多 那龍鳳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不用看你的這個對象 他是補自身耐久度 補3次 跳3次 所以對你的基礎耐久要求就比較低 那光輝也是一樣 他開盾 他也是開自己自身血量的盾 開你前排三個人 所以有3個人可以吃到這個盾 所以根本也不用看你的這個基礎耐久 所以天衣他是補前一後一 對你的前一後一 基礎耐久都要特別高 所以比較適合你在少人數戰鬥的時候 比如說你在撈船 或是在打精神怪周回的時候 1加1 2加2 這個時候天衣就蠻不錯 還可以配合他的獄裝填 快速清場 那銀煙座就比較適合大規模作戰的時候 補大家血量一起拉起來 那龍鳳就是補你前排 比較多驅逐的場合會比較好用 那以前我們會說開盾 其實根本就沒什麼屁用 因為以前開盾 盾根本就打不完 對方打不完 所以開了時間到了消失了 所以根本就補血會比較好 不過在未來高難還有一個情況下 尤其是大師姐 打那個黑方舟黑飛龍的時候 他們的爆發傷害都很高 所以開盾其實也是開始有效果 能夠去真正去吸收傷害 所以開盾加補耐久的情況下 真的能夠有效提高這個角色的生存力了 未來開盾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接下來另外一個就是自身戰鬥 直接降低12% 所以他也是蠻適合擔任旗艦 或是單後排的一個角色 好帶來自己劍載機 如果每擊落對方三架的話 也可以提高我方全部人的防空屬性5% 好最高疊三層就是疊15% 所以他很適合拿去打這個12張13張 在低號的這個周回的時候 他也很好用有獄狀田 他也可以補自己的這個血量 好前排後排各一個嘛 其實這個角色很多元 要低號可以低號 要打這個對空有對空 好要清場有清場有獄狀田 有補有傷害 其實這隻角色其實很多元 看你怎麼去用他而已 好裝備方面呢其實很簡單 戰鬥機我們會給他F7F 或是海盜黃蜂 你也可以用這個金海道 基本上戰鬥機就是這幾個 那艦載機的部分呢 我剛才說了 2號位你可以裝轟炸機 就可以直接有這個獄狀田 轟炸輸出的效果 那如果可能的話 你可以用SB3C加13 也是很好用的 那如果是要帶這個戰鬥機的話 這幾個都可以原封不動帶下來 快速起飛去補這個耐久 或者是補這個對空值 都是很好用的 好那攻擊機的話 我比較推薦使用這個JU87 它這個是極速於雷 不過它好處是比這個流星 投彈更快 所以密封率會更好 那如果你沒有做這台的話 其實做這個飛龍也是不錯的 基本上它這個攻擊機它是4架 所以4架對上這個彩飛機飛龍的話 它投彈數量非常的高 好如果你又有這個攻擊機的獄狀田 基本上你在整體的這個周回的倒中情況 新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好 好那後面就是一樣嘛 有油壓帶油壓 好燃料可以增加這個極速率的命中率 不然的話就全部都帶油壓就可以了 好這我們來看一下阿卜魯奇公爵 好第二技能呢 自強化直接加自身的這個防空命中 還有迴避15%還蠻高的 再來是每次使用魚雷呢 有70%的機率觸發一輪特殊彈幕 這彈幕呢 是26x5x2的半穿甲彈 顧名之意 它就是對中甲有特別高的傷害 有發射魚雷就有機會觸發這個額外的彈幕 本身它自己就有額外的特殊彈幕啦 就是全彈發射 那個傷害也是不錯的 再來第二個技能 戰鬥中自身的魚雷移動速度降低 所以降低一更有效去誘導這個磁性魚雷 所以你可以裝磁性雲雷有比較好的一個命中率 再來它的魚雷的這個暴擊率提高4% 暴傷也是提高4% 它也是一個雷暴隊的成員 只不過它加的是自身的這個雷暴 而不是加其他的那個雷暴 跟這個神通就不太一樣 再來首輪的這個魚雷狀態之間還降低50% 總而言之它就是靠魚雷在打傷害的一名角色 防禦技的部分呢 它自身受到這個穿甲彈的傷害是降低20% 那如果是這個前排零件1號位的話 還可以再降低這個魚雷傷害8% 並且它也有這個損管技能 就是血量低於30%的時候會回血 並且生成這個盾 這個盾呢還可以再擋5次的這個魚雷攻擊 持續10秒 一開始就有魚雷減傷 還有這個筍管 那筍管完還有這個盾 還可以再擋魚雷攻擊 原本自己就是一個不錯的這個 魚雷速度的好手 並且還有筍管 並且擋魚雷減傷 這些種種的技能 所以它在整體的生存上面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雷暴屬性也是很好用的一個角色 好啦那基本上配裝就是這樣 海王星炮 石雷 對空就不用多說了 好因為魚雷補陣很高的關係 所以呢你可以使用這個彩棒 來增加輸出 或是說你要把它當做坦位 做到一號位的話 就是用維修還有這個尤牙朵 那如果你是把它當做是尾劍的話 可以拿來做輸出用這個彩棒 是不錯的一個輸出角色 好我們先來拿阿布跟這個能帶來比較一下 首先在血量方面 阿布公爵有非常壓倒性的這個領先 好那能帶強就是強在說 他的這個是增加自己的迴避率 好迴避率增加大大的生存 所以基礎血量就算低 他的迴避率可以提高他的這個生存 那阿布本來就是損管技能 所以基礎血量高 好別人補他或是損管技能帶來這個效益 也是很好用的 那在這個火力方面其實沒有太大的差距 好兩邊都有這個不錯的這個額外的彈幕來做輔助 那在防空方面呢 阿布有比較好的一個防空值 好370億 而且整體這個煞丁帝國對於防空的這個buff也是蠻多的 活避方面呢 剛才說能帶回避會比較好一些 好魚雷方面呢 本來這個能帶就是以魚雷鑄成的 阿布公爵其實也不是不會輸太多 好雷暴隊這個暴傷暴擊 好還有這個緩慢魚雷的這個誘導 使他的命中率暴擊率都不錯的一個體分 裝填方面都一樣 好幸運方面阿布公爵還比較高高很多 所以在這部分反應在他的生存面 也會稍微來的比較好一點點 整體而言其他的數據都沒有太大的這個相差 總而言之能帶已經算這個能坦 能輸出能輔助的雷暴隊核心之一了 好所以他在雷暴的方面 輸出自然是比較高一些 生存已經很好了 那阿布公爵的優勢呢 他除了可以雷暴自身損管 可以做彈位 還可以幫別人做魚雷減傷 所以在輔助位的表現 輸出位的表現 他也都是可以升任的 尤其是對於防空的優勢 其實他比這個人帶還來的好 所以兩邊角色他們都有各自的優勢 這兩隻角色都很強 而且是活動免費送你的 簡直是不能太強 基本上這兩隻都是強到不能太強的角色 而且這只用送的 不是用抽的 實在是太佛心了 最後來看一下我們的重頭戲 旗艦維內托 旗艦維內托第一個技能 就是每15秒會有75%觸發一輪彈幕 如果觸發失敗的話 會直接在場上增傷一個角色 增傷敵人的傷害10% 這個15秒的是一個穿甲彈跟高爆彈 一八一乘三 一八一乘三 對輕中重都有任何的傷害 這個兩個彈幕 顧名之地是什麼 穿甲彈對應的就是驗戰 高爆彈對應的就是核耗 兩個人的這個彈幕 都放在旗艦維內托存上 而且他是有效直接命中人形的優勢 不管你是放在旗艦放在了解 他都會直接優先鎖定人形的敵人 就算觸發失敗 他還會直接增傷 所以不管有沒有成功 他都是非常可怕的一個威脅 第二個技能 就是如果存在其他薩丁角色的話 或是自己直接裝備這個穿甲彈的話 會提高自身的火力12% 所以基本上他本來就會跟其他薩丁一起出去 畢竟他是旗艦 所以這個火力提高12% 是一定會觸發的 再來說自己編隊的這個前三次戰鬥 還可以受到這個魚雷降低20%的這個效果 所以整體而言 這個整個薩丁 他們對於魚雷減傷的這個幅度還蠻高的 好再來是看這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薩丁帝國前排的角色會BUFF 那後面的主力角色也會受到BUFF 那如果有每一個薩丁角色的話 第一輪主砲還可以再縮短這個40% 最高跌兩層 所以就是最高可以跌到80%的這個位玉裝填 當然你可以配合這個金火控 達到95%的這個減CD 所以已經接近是真玉裝填的這個情況了 好啦講到旗艦我們不免就拿出來比較一下 以前我們有比較過那麼多人的陣營 那我們來比一下薩丁 薩丁對於前排呢增加了這個火力雷擊還有迴避 所以在生存方面也給了不錯的一個效果 那薩丁前排兩個重巡 加了這個火力非常好用 剛剛介紹的這個公爵呢 加雷擊也是不錯的 那主力方面呢 加火力命中OK 他後面很多戰艦 那航空值的部分呢 因為有這個天音座 所以加航空也是OK的 可是其他人在這個航空表現方面呢 他們都是加這個航空增傷 所以增傷其實會比較來的有效 增傷比較有效 那航空值你說加12% 實際有效的增加傷害 大概也就6%吧 5到6%的這個增傷幅度 不過比較特殊有趣的是 全薩丁都可以減傷這個 魚雷減傷20% 這個是其他人沒有的 其他人就是普通減傷6%之類的 那他是全部的魚雷都會減傷20% 所以他們對於魚雷減傷特別有心得 好 裝備方面呢 你可以用這個MK6 如果是單人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徹甲彈 香檳砲嘛 那如果你有加13的這個君主砲 戴出去一定比這個MK6來的好 因為紫色武器 沒辦法加13 好 副砲對空方面呢 就是選加密宋的 好 設備方面 黑白彈這沒錯 當鳥劍OK 如果是當旗艦 你可能要帶SG雷打 當鳥劍就黑白彈下去 自己會加自己這個命中 所以不用怕命中達不到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整體 煞天抱團的這個情況如何 我們剛有介紹過 維內托對於前排有增加了火力雷擊迴避 都很好用 主力也是 重點是他會對全體魚雷減傷20% 好 那再來雜辣部分 他會受到攻擊的時候 會有18%的機率會開盾 基本上在於防禦面來說 已經非常的好用了 再來他也是主砲加1的這個重巡 傷害方面一定也是特別高的 那利托里奧 他會幫這個前排零件 直接開量回這個魚雷無效盾 好 所以可以抵擋兩次魚雷的這個傷害 那波拉的表現呢 薩爾丁前排所有的角色都會增加火力10% 防空15% 並且在札拉吉的表現還會再減傷6% 天鷹剛剛講過他可以補這個耐久 還有補這個盾牌 好 前後各1 並且他也可以直接疊這個防空值 全體防空加15% 這也是非常的可怕 好 那阿布魯奇公爵也是一樣 前排零件可以減少這個魚雷傷害8% 那自身的這個魚雷暴擊傷害也是特別的高 所以整體而言 這個薩爾丁帝國的這個暴團表現 好 有雷擊有雷擊 航空也有獄狀點 補血耐久 什麼都有 要彈幕撤甲 留彈都有 所以整體都面面俱倒 你要拿去打演習 完全克制雷暴隊 因為他們的雷擊減傷非常的厲害 完全克制這個雷暴隊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他練起來 再也不用怕這個雷暴隊碾壓了 這是應該是完全可以針對雷暴隊去做防禦的一個陣營 那在大的世界表現 你可以完全無視於大世界 因為他的完美性 他的平衡性非常的高 你要打火力 要砲擊 可以打砲擊 要打這個魚雷 也有雷暴可以用 航空也有用 整體的減傷回復都非常的好用 所以這隻角色這隻隊伍的平衡性特別的高 對面對大世界的時候 其實也不會輸其他陣營太多 好啦 以上是這一次針對沙丁帝國新增角色的一個介紹 真的要說就是這個維尼陀 又是一手撐起了整個沙丁帝國的重任 他一個人改變了所有沙丁帝國角色的這個強度 所以這隻角色你一定要有 你如果沒有的話 整個沙丁帝國就是少了一大半 好啦 那我是茶美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